大家好,我們是台灣基督正教會,我們今天會繼續再來探討這個教會聖事。 那教會聖事我們已經講了幾件教會聖事,例如木道者要成為信徒的時候,他要受洗,受洗之後他要領受聖靈, 那領受聖靈當然之後他可以領受聖參,那也講到告解聖事。 那另外一件教會聖事是非常重要的,也對很多人都很重要,就是婚姻。 那婚姻我們知道就是在丈夫與妻子之間婚姻這個神聖教會聖事的奧秘。 請問您,我們想說有些人們要求對我們更解釋得更為理解到會更所謂。 我好想想你,我叫做婚禮,但是如果你不成為婚禮,我成為婚禮的女人, 就像一天見婚禮的婚禮,你就說這就是祝福慮的事情, 這就是婚禮的婚禮,我對婚禮的婚禮都會有幸福。 我的問題就是說,那如果教會講到這個婚姻這個聖事是這麼重要,這麼神聖的話, 那又得到教會很大的賜福的話,是不是我在教會舉行這樣的婚姻的聖事, 我的婚姻就會幸福快樂呢? 那我們知道,如果你遵從教會的教導,那好好在你婚姻生活中,好好來經營你的婚姻。 那婚姻不是自動化的,像魔術、魔法一樣。 那我剛才所講的就是說,講得好像很好,可是又那麼抽象, 你聽從教會教導,因為每個人的婚姻必到的問題是不一樣的,那你不能都給同一套的吧? 那經營的話,每個人個性不一樣,你要叫他們怎麼來經營呢?可不可以講更明確一些呢? 那我剛才所講的,就是說,在教會舉行婚姻聖事會,過得幸福快樂的日子, 那就好像我們基督徒可以了解到,你受洗,你是不是一定得救了嗎? 那就你要遵照教會的教導。 那你要讓這個婚姻快樂的話,就是你要在彼此的夫妻間來餵養, 餵養並不是講到這個世俗的這種食物,而是要來教會, 你受聖餐,但你會很開心,這是什麼樣的幸福? 那什麼樣的幸福你意思呢? 我的意思是,一般的婚姻想要有孩子, 某些人不可以,但他們想要有資格更穩定, 更穩定的,他們會很開心。 那我所講的說快樂,因為每個人的快樂, 這個立足點是不一樣的,有的人快樂的他的標準非常高, 那有的人是比較低,有的人他只要說過得去就好, 那有的人說他一定要經濟達到什麼樣子, 那或者是他要多少小孩,那有些人他在婚姻上, 那他也不是那麼容易生育,還是有遇到這樣子的困難, 對他來講,婚姻就不快樂了。 那些人說,你知,我們的生活是在家中的家中, 而且,你知,在家中的家中, 那你知,在家中的幸福, 所以我們知道我們基督徒的生命是在這個上帝的手上, 那有時候上帝祂要讓我們有孩子, 有時候經濟上祂有時候不允許我們某種狀況, 或者是沒有讓你生育, 那神的這個奧秘,那神的旨意我們不清楚, 所以為什麼要解釋的是幸福? 如果他們是幸福的話,他們失敗了, 他們失敗了,他們失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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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失敗了,他們失敗了。 所以我們要強調這個幸福的定義, 因為幸福的定義就是你夫妻之間彼此相愛, 是在神的之中相愛, 但是你要知道有些人因為他即便擁有, 就經濟上非常富裕,或者是說他在其他方面有他想要的孩子, 也許他各方面都擁有,可是婚姻幸福, 卻依然不幸福。 所以我們知道,上個禮拜的這個正道講到一個愚蠢的財主, 那他的這個生命架構在他所有的, 而不是說他是如何。 那特別是在舊約中,我們讀到約伯這個人, 那聖經也提到他是在世上唯一的藝人, 所以來自很多仕探,來自神的很多仕探。 那是上次來是這個撒旦的試探, 但是神是允許這樣的事實發生。 那我們知道,這個, 我們知道在這個夫妻間必須要背後請十字架來。 所以你要知道,這個婚姻是兩人一同進入到教會的, 那他們婚姻也是一起走向婚姻。 所以我們知道他們要背後請十字架, 所以他們必須背後請十字架, 而不是自己的十字架不背負, 而拿著十字架去擊打對方。 所以幸福快樂不是看你的財富有多少。 那我不是說你有沒有小孩或是你有沒有工作。 那真正的快樂,他們是在教會裡合一, 還有與弟兄姐妹合一。 那你所說是很容易, 但是我們沒有生活在這個財富, 沒有錢,沒有金錢。 所以如果你沒有錢,你沒有錢, 你沒有錢, 然後你還要回到教會跟別人。 那我剛才所講就是說, 說起來好像很容易, 可是我們並沒有那麼成分咬倒到那種地步。 有的人真的是都找不到工作, 也沒有錢養活家人。 那如果是在這種狀況之下, 他還有這個信心來到教會, 然後跟弟兄姐妹處在這個教會, 像一家人這樣合一嗎? 那事實上這樣子答案是說, 即便是你在這種狀況的時候, 你去參加聚會, 絕對不會是去參加party, 或是去pop, 那你會來到教會。 那使徒保羅說, 不管是生是死, 我們都是屬於主。 那如果他這麼窮困了倒, 連三餐不寄的話, 他也應該來到教會, 來領受這個聖餐, 領受真正的這個糧食。 那有些人, 我知道有些人到了教會, 那他主要就是, 呃,不是在找教會, 好像在找一個俱樂部。 那有些人, 我知道有些人到了教會, 那他主要就是,呃, 不是在找教會, 好像在找一個俱樂部。 那有些人, 那有些人他就, 事實上他是找一個, 很好的社交場所。 那這個社交場所, 就像教會, 因為他有一種屬靈的生命在裡面, 那比較不會說, 導致小孩學壞, 那小孩子也可以彼此交往, 或者是, 他停車, 容易停車。 那這個不是教會。 那事實上, 他這種人, 不是真正在尋找教會。 那些人, 是很貴, 他們想去教會, 但是, 他們需要支援, 因為這讓他們難以為他們, 所以他們不能去教會。 所以, 他們只是給他們。 那有些人, 他想要去教會, 可能因為是, 有一些奉獻的關係, 他就是, 沒有能力, 然後又會覺得說, 這樣不好意思, 大家要奉獻, 他沒有, 所以就漸漸不去。 但是至少, 我們的教會, 沒有這樣的問題。 如果你, 不想來到教會, 或者是某些困難的, 我們知道, 神父可以去到你的家。 所以我們在教會中, 有需要幫助的話, 他可能是, 去他的家裡, 或是去他的工作, 或是他要領聖餐, 我們可能會去到那邊, 那甚至醫院。 那我在台灣十四年, 我也這樣子做了十四年, 我希望上帝繼續給我生命, 那直到我生命終了的時候, 我依然會如此做。 我希望在未來, 有一個繼承者, 是一個台灣人, 他可以來繼承, 成為東正教的神父, 而不是一個騙子, 只是專門欺騙信徒的。 所以我們知道, 應該沒有任何理由, 可以阻止你說來教會, 今天是你不能來的話, 我們知道, 需要你身餐的時候, 或是去醫院的話, 那神父他很多次, 都是親自去醫院, 去看這個地方。 那有些人會說, 啊,神父你來幫我, 真的忙謝謝你, 或者是我不想麻煩你。 事實上, 這個不是麻煩, 神父很願意這樣子來做, 麻煩麻煩可能是你自己的藉口, 不想要請神父來, 去醫院。 那我們知道, 有些人他可能就是, 不是那麼窮困, 但是他有時候, 因為他的職業的關係, 或者是服務業, 那他就假期排得比較, 跟教會不一樣的話, 那神父也可以去到他那裡, 來祝福他, 他的身材。 但是, 再一次, 回到你的原本問題, 那是很困難的問題, 但是很真實的問題。 教育當然, 保證, 那些人, 真正在追求神父, 他會有神父在他的心裡。 這意味著, 即使他在祝福上, 他會有神父, 在祂內心深處, 他會擁有這樣子, 極大的快樂。 那這個是, 耶穌基督親自給我們的應許。 我不會是, 我不會想問你一個問題, 我問他不要再問我, 對他人去結婚的那個人, 他會結婚的話? 那如果結婚的話, 他會結婚的話, 你能跟他結婚的話, 在教會家? 那當然, 那首先, 阿救哥主席主席 Só Some of 妳喔, 比如說,如果有一個人他上偶的話,那可不可以找到另外第二個春天,他可不可以在教會再舉行婚禮,是的,那保羅是這樣講的 那保羅的建議是說,如果你的另一半去世的話,那如果你可以這個人去世的話, 那是一個獨自守身的話,那是最好的,就是他的建議,那為什麼保羅這樣講呢? 那我們知道,在教會中,婚姻是永恆的,那如果是生賴對方的話,你應該知道 尚偶的話,只是一個短暫的時期,因為他本身自己也會去世,他們終究會有見面的一日 所以我們知道,就是他們會在這個樂園相見,那耶穌復活的時候,他們漏體,有漏體,那他們會再合一 當然我們所講的婚姻,當然我們所講的婚姻不是像你想的世俗那種婚姻,他不會再有這個性關係 那所以我們知道,另外一個會跟另外一個配偶相見,因為他們有了樂園 那教會是接受第二次婚姻,因為有的人上偶,那他又有很多的小孩 那教會是接受第二次婚姻,因為有的人上偶,那他又有很多的小孩 也許就是他找到另外一半的話,可以幫助他照顧小孩子,這也不是一件不好的事 那教會也祝福這樣 對嗎? 對 對 所以我們關閉這個婚姻,我們停在這裡 好嗎